二百乘以九是多少 这一题又更难了一点点 它是三位数乘以一位数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跟前一题用一样的方式来思考 我们先想想看 一个人有二只手 九个人共会有几只手 你会怎么算 你会算二只手乘以九 一个人二只手九倍就是九个人 乘以九总共会有十八只手 那同样的道理 我如果问你 二百是几个百呢 你一定知道 二百就是二个百才会是二百 那同样的手是单位 我把百也当成单位来计算看看 二个百的九倍会是几个百 你要怎么算 你是不是拿二个百 乘以九个百 二乘以九等于十八 所以它是十八个百 那最后 请你告诉我 十八个百 写成阿拉伯数字会是多少 我们一样用位置表来帮助我们 十八个百 八个百 我把八写在百位 十八个百 十个百等于一个千 所以我在千位要写下一 十八个百写完了 剩下十位跟各位没有东西 我就填上零 那这个数字是多少 一千八百 所以这样也很简单 你就学会了三位数乘以一位数的一个方法了 二个百乘以九等于十八个百 也就是一千八 那在执事上面我们要怎么用 我们把它靠右边对齐对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各位 各位一开始有零个一 再乘以九 会是几个一 零乘以九还是零 所以是零个一 我在各位填上零 各位处理完了 我们来处理十位 十位有零个十 乘以九 零乘以九还是零 所以十位最后得到零个十 所以十位我也写零 最后处理百位 百位有二个百 二个百乘以九会是几个百 二个九乘以百是十八个百 二九十八 那十八个百我就把它写下来啊 八个百写在百位 十八个百 十个百 净位到千位 十八个百 念成阿拉伯数字就是一千八百 这就是三位数乘以一位数的计算方式 百分之十八 触得到千祝